大家好,我是不懂作战直说电影的唐思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高分悬疑片《致命ID》 故事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七神旅馆 一个月前,短范因为赌博输关了身上的盘场 走狗死运地继承了这家七神旅馆,成为新任店主 接下来的日子,旅馆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她也乐此不疲不愿离去 这天,天降暴雨,眼镜男抱着老婆向店主求救 原来,几小时前,眼镜男老婆发生车祸 而肇事者正是男主,一个过气女明星的专职司机 由于暴雨,使得电话信号中断 为了尽快救助商业,男主需要驱车三十里去寻找医院 在安顿好小男孩以及女明星后,男主就驱车里离去 路上,男主巧遇汽车抛锚的女主,美艳的金女姐姐 没错,女主就是那场车祸的始作俑者 如果女主不乱丢气高温鞋,眼镜男的汽车也不会爆菜 从而就不会发生这几车祸 无巧不成细,男主的汽车呢,此时也抛锚 并巧遇星空浮浮 由于前方雨水阻断了驱逐路 一行人折回了汽车旅馆 没过多久,警察带着杀人犯也住进了旅馆 店主将他安排在十号房 并建议他将杀人犯靠在马桶上 既然电影叫致命阿D,总得来点惊险刺激的东西吧 别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 过气女明星虽然已经入住女店 但类型特别不爽 好歹也是个明星啊 至少得住个夏顿酒店什么的吧 现如今呢,住这破地方 手机都没信号 咦,等等 终于有点信号了 外面信号肯定更好 走着走着就被杀了 而此时,女明星的司机男主也惊醒 顺着女明星的手势,男主很快发现了她的尸体 尸体旁放着十号房的钥匙 而上饭也被靠在十号房 于是,大家马上正会烧房 发现上饭已经逃跑了 男主聚集了所有女客 将女明星的死告诉了大家 此时,新婚夫妇因为害怕 吵了起来 老婆执意要现在走 老公却不同意 因为外面下着大雨啊 老婆本点妹将自己锁在厕所中 当再次打开门时 老公被害 并发现九号房钥匙 毫无疑问 大家怀疑 这都是山范谋杀的 那山范在哪呢 此时,她正试图逃离汽车旅馆 但不管怎么跑 就像鬼转墙一样 还是跑回到原点汽车旅馆 并被警察与男主制服 捆满在杂货间 交由店主看守 也就半克钟的功夫 当再次来到杂货间时 发现山范已经被店主的打狗帮捅死了 这一切 不得不让大家将怀疑的目光 转移到店主身上 慌忙中 店主开车撞死了小男孩的记忆 最终 店主还是被男主逮住 但居不承认自己杀人 在双方僵持之时 班底妹为了调节气氛 给大家讲笑话 一百多年前 印第安人迁徙到此处 然后都渴死了 好吧 那我换个故事 最近看电影 将十个人在荒岛求生 然后一个个死去 原因呢 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此时小男孩妈妈也死去 在床边放着六号房的钥匙 而眼镜男的尸体房也成功地找到了七号房的钥匙 所有人的死都是按照门牌号由大到小 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还是由鬼魂作祟呢 此时 男主也展示了他领导的气氛 让班底妹带着小男孩先开车离去 万万没有想到 刚上车 汽车就爆炸了 现场并没有发现两人的尸体 而且所有人的尸体也都凭空消失了 此时此刻 女主也处于精神极度崩溃的边缘 下个礼拜就是自己30岁生日 正值豆蔻年华 还没有活够 就要面对死亡 咦 等等 原来大家都是5月10日出生的 难道我们要像孤岛求生一样 一个个死去吗 此时镜头切换到法院的审判室 正在审讯一个精神病人 他4年前杀死了6个人 拥有11层人格 男主正是他的一层人格 医生正对人格主体进行药物治疗 使得他所有的人格被迫相互面对 现在的11层人格中 有一个正是杀死6人的邪恶人格 医生请求男主这个正义人格 帮主体消灭邪恶人格 回到平行世界中 此时女主也已经发现警察是假的 身份暴露的警察 杀死了店主并追杀女主 目睹这一切的男主终于明白 警察就是那个邪恶人格 于是他义无反顾依然决认 毫不犹豫地与警察同归于尽 女主也终于过上了彩局动力下 悠然见男生的生活 紧接着剧情再度反转 女主在自驾局员 爬出了一号房的钥匙 抬头一看 小男孩拿着小钉耙出现在自己面前 毫无疑问 之前那个牵手的小男孩就是一个邪恶人格 那六个人的死都有小男孩的参与 紧接着女主就over掉了 小男孩再次控制了主体人格 毫无疑问 主体又将开始他的杀戮人生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人性的探索是电影永恒的主题之一 该片或许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 最邪恶的灵魂往往表现最无害 隐藏的最深 谭司令在这里就不做过多解读了 我们下期见